白云是蓝天的一瞬间 梦花是大海的一瞬间 今天是历史的一瞬间 前进是脚步的永远 雨雪是冬天的一瞬间 每个是爱情的一瞬间 痛苦是欢乐的一瞬间 或是最爱的永远 黎明是日出的一瞬间 沮丧是希望的一瞬间 懦弱是坚强的一瞬间 成功是失败的永远 生命是永恒的一瞬间 黎明是日出的一瞬间 眼泪是笑容的一瞬间 幸福是我们的永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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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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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en 然后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00通过选顺 Daily 立即通知边防检察站 严防张绍杰从口岸海关出境 通知边防局 通知公安局 在车站码头机场设防 缉拿张绍杰 立即转移 严文清的看管地点 严加看管 对他要封锁张绍杰出逃的消息 是 立即组织人力 查清楚张绍杰在室内 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 好 黄克强 起床 怎么回事 我们是检察院的 为什么换我到这儿来 这是上级的指示 你有镜子吗 我好几天都没梳头了 你先出去吧 年文清 你还这么年轻漂亮 往后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得要和张绍杰一条道走到黑呢 我劝你啊 还是多为自己想一想 好好配合我们 揭发张绍杰的问题 你要争取 重宽处理 你当然不会明白 如果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她会变得很痴情很糊涂的 我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应该开始清醒了吧 我不愿意清醒 我宁愿 宁愿糊涂 因为清醒 只会使我更痛苦的 因为我的生命 就靠这一点点爱支撑着 杨处长 我所知道的都已经交代了 真的 我一点也没有隐瞒 希望处长能够宽大处理 你能主动交代 关于张绍杰的问题 态度还不错 今天你可以回去了 再考虑考虑 好好好 谢谢处长 谢谢啊 谢谢 想想张绍杰还干了哪些 全权交易的勾当 包括你 王金山还有其他人 然后写一个书面材料给我们 好的 我会写的 另外 如果张绍杰 再跟你联系 一定要稳住他 然后立即向检察院报告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会照处长的意思去做的 争取宽大处理 宽大处理 现在 你全国跑到哪儿都不安全 万无一失 只有想办法逃到国外去 是啊 现在公安太厉害 我有个手人犯了点事 跑到黑龙江都给你抓起来了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是吧 对 现在只有想办法 顺着这条路 上云南 从云南想办法到泰国 现在全国的机场肯定是 都有通缉令啊 我出门时候比较早 阿翔也没醒 他要是知道我们逃往国外的话 肯定会担心死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想这么多的 那你要是被抓起来了 他不更担心 现在只有逃到国外以后 才能想办法再救他们 大哥说的对 都什么时候了 这人真是该死 现在啊 咱们就顺这条路上云南 到了云南那边我有朋友 可以帮我们跑到泰国的 我泰国还有个朋友的 有吗 有 那赶紧走吧 别坐车了 多大眼啊 公安局早盯上我 扔了 是 知道了 知道 我们在公安局的协助下 搜查了张绍杰的家 没有发现任何赃款赃物 他们家只有一张 几千块钱的存折 颜文秦的别墅 我们搜了第二遍 再也没找到什么 看来张绍杰 做事很周密 这个狡猾的家伙 刚才王继长打电话来说 据第二行动组报告 王金山今天早上 已经离家出走 并带走了家里有所有的钱 看来张绍杰很可能是在王金山的协助下 逃出城去的 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 现在还很难说 王局长已经请公安部门协助追查王金山的车 他们是坐着奔驰车逃跑的 我估计张绍杰很可能已经汽车逃跑 那辆车太明显 张绍杰要是逃出城外 那么抓起来难度可就大了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张绍杰逃跑的时候两手空空 王金山也没有带很多的钱 我估计他们跑不远 很可能还会跟这儿联系 对 应该立刻监听张绍杰和王金山家的电话 还有黄克强 请公安协助监视这些人的所有电话 走 我们向局长汇报去 好 黄克强刚才打电话来 说是张绍杰已经逃出了检察院 是吗 我们真是有惊无险 他这个帮了我们大忙了 不过他在检察院有没有交代我们的事 我估计还没有 要不然检察院的人早来找我们的 张绍杰要是脱险了 那就等于我们也脱险了 不过 就怕再被抓回来呀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 尽量消除跟张绍杰有牵连的蛛丝马迹 对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 他们要想再抓到张绍杰 那就难了 是 这家伙滑得狠的 嗯 哈哈哈哈 开快点 开快点 再快就要翻车了 告诉公楼不让走 其实偏要走这种轨路 你少啰嗦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叫你怎么开 你怎么开 开快点 快点 早知道这样 平时应该多放点现金在家里 你还到这儿鸡骨眼上 鸡得像谋抓心思的 早知道尿康还不睡褥子了 这人哪 就是有不测的风云 你说我这儿准备了四五年了 刚准备开始干 让检察员就盯上 检察员是厉害呀 怎么样 谈谈 五万 不能在手了 要五万块钱啊 那当然了 我算是好话说尽 最后给我个面子 才压到这个价 先付两万 出镜后付三万 能不能再便宜点 不能了 人家舌头为你们偷渡出镜 也是冒生命危险的嘛 我从十万块钱 砍到五万 已经是不容易了 行 就答应给他五万 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时候走 对我们说了算 那好吧 行 先这样 咱们再联系好 好 再见 好 好 大哥 这五万块钱一付 咱们可就惨了 你不付这五万块钱 到了泰国 就不惨了 这两钱顶用吗 我说 给柯强打个电话 把他送点钱 对 有奈同当 他也不能像没事一样 好 好 好个屁 我们现在都山穷水尽了 客奖 我跟你说 你赶紧跟我们弄点钱来 越多越好 好 我们住 我们在 好的 好的 你等一下 你说 好的 好的 明天我去去银行提钱 出发前我给你打电话 这次多亏了 你帮忙啊 没事 你给你 别了 金珊 好 不能再喝了 怎么了 这时候有点感觉 好像警察很快就会来 给他两个钱 不等客奖了 刚才你不该打这个电话 答应 你想想看 从出事到现在 多少时间 客奖 会不会被监管的 哎呀 警察如果跑到这里来 大概要多少时间 这里很偏僻 县里面武警出动 也要两到三个小时 才能赶到 那我们过境要多少时间 三个小时 也是三个小时 对 赶紧走 这边 看来黄克强还算老实 他提供的情况 跟我们真听到的情况 完全一致 立刻通知云南省公安厅 逮捕他们 局长 张绍杰这家伙太狡猾 这一次又让他给跑掉了 根据云南公安方面报告 张绍杰他们 已进入了泰国境内 我们现在只有向国际刑警组织 北京局提出申请 请求国际刑警 帮助激拉张绍杰 另外 要继续利用黄克强 具体弄清楚 张绍杰他们 具体躲在什么地方 好的 谁啊 谁啊 在哪儿 有没有先生没从大陆来的 谁啊 有没有小事 太阳 算了 不要了 多难了 一根钱难倒凝固汉 金山 一个男人 能伸得能屈 咱们咬紧牙也得挺住 苦算什么 咱们现在都是苦惯了 就是心里有点 家里 有电话来了 乃哥 喝点酒吧 接不接 接 不要告头在哪儿 喂 我是金山 客强 挺好 金山 你怎么今天一直关着机啊 我跟你说 我去银行提款了 我出了银行就给你打电话 可是你一直关机啊 你们现在还在那个老地方吗 什么 不在了 你们现在 在什么地方啊 喂 喂 大哥啊 大哥你好 你平安无事吧 行了 我们这儿已经安全了 你那儿怎么样 那个 检查院没有动作吗 哦 好好好 我说啊 那个钱的事啊 暂时先不用 好吗 那 再联络吧 哎 行 那就这样啊 哎 再见 行了 暂时没什么事 好 谁啊 周青啊 哦 是周老板呢 哎呀 好久没有见 好久不见了 哎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 张老板 哦 张少杰 我周青 你好 这是周老板 咱们泰国最好的朋友了 哎 坐坐坐坐 哦 辛苦了吧 哎 还好 这次出来不容易 还好 还好 伤人吧 这个大起大落也是常见的 哈哈 今天晚上请二位吃饭 给你们压压筋 到了泰国这个地方嘛 你们就不用担忧收饭了 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我们 出道此地 人生地不熟的 还请你多关照 哎 哪里 大家都是朋友的 我这个人很讲信誉 不会亏对朋友 好 这就好 张老板 我们两个现在呢 有点麻烦事 想请你帮帮忙 您看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把我们两个人 搞个泰国护照 泰国护照不好办 花钱呗 现在泰国扎得很紧 要想办一个真的泰国护照 很麻烦 你们打算出多少钱啊 您开个价吧 我看你的准备 两万美元嘛 但是也不一定能办成 两万美元 这太贵了点了 周老板 你看啊 你看到咱们 多年的关系上 你再想想办法 便宜点 不过你们是带着麻烦出来的 什么身份都没有 就是有钱也不好办 简单 来来来坐 这周老板啊 说的对 我们得听周老板的 明白吗 我说的直一点 请原谅 不过事事也是如此 对对对 那您看这个付款的方式 当然是现金交易了 不过我也看得出来 你们空生出来 身边也没有多少钱 不过还有一条路 什么路啊 最近我们泰国啊 整一批一批的 遣返柬埔寨那里 柬埔寨的负照 还比较好办一点 而且价格也不高 什么价 你们两个吧 五千块美元 好 就按周老板的意思吧 那周老板就麻烦你了 那好 杨军 起床了 杨军 赶快吃早餐快上班了 几点了 七点半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怎么不知道 我住的地方 能看到这里亮着灯 你又不是不知道 知道我晚上在这儿 也不过来看一看 我才不来呢 这两天你脾气这么大 我来跑个没去啊 我才不做你的出气筒 你也真是 你就当一把出气筒 又有什么关系 让我把吸引的火气发出来 这样我也会觉得羞疼 我这个人总是搞不懂你的心思 反正啊 我是绝对不做你的出气筒的 凭什么男人心里不舒服 就要找女人出气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生气了 跟你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 那么认真干嘛 这两天你心情不好 就让你静一静 不来打搅你 张少爷逃了 这个责任在 小小的事 却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你不要自责嘛 这件事你也不应该负完全的责任 我们大家会憋逐了劲 一起把张少爷捉住 送上法庭 我已经给院领导写了检查 如果真抓不到张少爷 我决定引咎辞职 吃什么职 赶快吃 我呀会和你一道努力的 帮你倒杯水 对了 你吃了吗 没呢 我想和你一块吃 阿嫂 最近的工作太忙 没时间陪你 等张少爷去案子完了以后 我一定抽时间 好好地陪陪你 我觉得啊 你每天都在陪我 多好 我们天天在办公室 这么见面 你不觉得太单调 不会啊 我感觉咱们是别有一番情趣 另有一番浪漫 你们在谈工作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走了 小伟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说你啊 就不要再起哄了好不好 我这几天心情不好 任着二方再开解我呢 陶儿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责任是大家的嘛 你放心 我石校伟发誓 一定要把这个张少杰抓回来 我让整个检察院看一看 我们一处啊 个个都不赖 谢谢 校伟 我跟你说啊 我们一定要抓住张少杰逃跑的这个机会 把屁股上的屎啊 都给擦干净了 明白吗 我明白 另外尽快地想办法找到那个罗小姐 一定要把她的嘴给堵死 因为这个臭娘们 她不但只知道我们那份合同 而且还知道老爷子跟七公子见面的事 此人是我们的幸福大患 好的 我会想办法把她连回老家去 当初我交给张少杰三百万 后来他又拿出一百万 让我交给了七公子 这事麻烦 立项成功之后 老爷子又让我送一辆车给了七公子 我这双洗不干净的黑手啊 真要命 姐夫啊 七公子可不能再牵扯进来了 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到时候 诊的官可就不是一个张少杰了 七公子已经带话来了 说这个事只能搞到张少杰为止 一切责任都往他身上推 对对对 谁要是敢把他给交代出来 那谁的麻烦就大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办法 能够交代七公子的人 一个是我一个是老爷子 但是不可能了 我们怎么可能自投罗网 是 第三个就是罗小杰 但是具体细节他又不太清楚 那第四个人 就是张少杰了 要是他再次被抓的话 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死定了 喂 我是许凯啊 什么 检察院反贪局 许凯 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看看有什么遗漏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跟你打交道 希望从一开始 你就能跟我们好好的配合 我了解的情况 都已经全部交代过 不过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积极配合 绝不隐瞒 其实我对政府 一向都是唯命是从的 你当时怎么想到 把那么大单的合同 给张少杰那伙人呢 那个时候我有什么办法 他还是处长 手里又握着审批项目的大权 说句老实话 像我们做商人呢 就怕这种人 你的项目 他要是不批的话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希望你们 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人的苦衷 许凯 你说的话 我们都已经记录在案 到时候 我们会一一得到验证的 至于张少杰 我们早晚会把他捉拿归案 对此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到时候 希望徐先生不要后悔 是 是啊 都好几天过去了 这周老板 一点消息也没有 事到如今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大哥 钱是英雄蛋 这话一点都没错 你说吧 过去穷惯了 也没什么 现在有钱了再没钱 这日子 那真这么难啊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真要是拿到了柬埔寨护照又怎么样 真去给西海东哥打工 年纪这么大了 吃着笑吗 不然他就得出家当和尚 看来 也只有当和尚了 会干活 也有碗饭吃 金山 能不能想办法把温清救出来 他那可是藏着一笔钱的 这太冒险 太难了 谁啊 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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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要你们久等了 我办事还是讲信誉的 你们两个节目在护照 总算办好了 自由了 多谢你啊 柬埔寨难民 嗯 金神 二哥 是不是 咱们就回家 回家 那 那不找死 金神 如果我不把文青救出来 我这一辈子都活不踏实 你明白吗 你想想看 我们就在这里死等着 不如冒死回去吧 创一刀试试看 咱把文青 你老婆 还有儿子 全都截住了 这样我们不仅仅能够亲人团聚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带大把的资金来 是用这样我们才能东山再起 明白吗 金神 我就听你一句话 你敢不敢跟哥哥闯这一道 看 大哥都敢了 我有什么不敢的 死咱们也死个通关 好样的 我们这时候回去 这叫出气之声 检察员那说什么也想不到 这时候我们赶回去 你要是同意呢 咱们就认真策划一下 大哥 我听你的 好兄弟 杨处长 二少子在啊 杨处长 今天早上听汤亮 王金山的一个马仔找我 说是让我以别人的名义买一个新手机 今天下午三点钟和他通话 你看怎么办呢 不要慌 一切听我们给你安排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吧 手机打开 等他电话 打开 跟我说 我说不解 不是 会不会 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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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乎 我知识 你知识 我知识 你知识 你 advi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啊 怎么样 你好吗 我跟金山都挺好的 我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可侠啊 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你那边的情况 我没有受到监视 查上的事也顿付过去了 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边啊 又出了一个更大的案子 是金融系统的 贪污挪用公款几十个亿呢 还没对外公布 检察院的人都去忙这个案子去了 他哪过得上我们这点屁事啊 绝对可靠 你还记得我过去那个女人叫吴娜的 对对对 就是她 她在检察院有个同学 她在检察院有个同学 对这个消息啊 是从内部传出来的 啊 哎 大哥 我知道你惦记严小姐 她现在还在检察院看管着呢 我听吴娜那个朋友讲啊 她在检察院什么也没交代 她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 检察院也拿得没办法 最近也不提审她了 都去忙那个大案子去了吗 听检察院的头头们说呀 这几天要专门研究如何处理颜文庆的问题啊 对 是啊 老这么关着也不行啊 不过呢 目前的意见还不太统一 对对对对 对 这样看压着是有期限的 哦 检察院那个朋友啊 是个副处长 对 是个年轻人 脑子活 哎 都小便宜 我让吴娜送礼给她 她跟吴娜什么都说 哎 对对对 对 大哥说的对 不是铁板一块吗 哎 大哥 你和金山在外面吃了大苦了吧 要不要 要不要我送点 送点钱给你们 你们现在在哪呢 啊 什么 不需要 客强啊 是这样啊 你听我说 咱们从认识到现在 大哥没有亏待过你吧 好 对 俗话说 难事见真心嘛 哎 现在是这样 我跟金山都很好 实话告诉你 我们现在已经到国外了 哎 哎 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这边 过得可以说像神仙一样的日子 很快就能起来 对 很快就能够东山再起 你也知道大哥的性格 是吧 哎 哎 现在大哥呢 有一个心愿 需要你来帮忙啊 嗯 我现在就是想把文青接过来 所以呢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想要你出一百万 算我借你的 把文青捞出来 什么 换一百万就有 言文青 对 换一百万 把文青捞出来 能不能办到呢 你认真想一想 好吗 后天这个时候 我再跟你通一次话 好 那就这样 再见啊 哎 小杨的方案概括起来是十个字 释放言文青 诱补张绍杰 是 嗯 很有想象力 大家都发表些意见 看看小杨他这个方案 行还是不行 嗯 我赞成杨处长这个大胆的设想 他们今天下午 与张绍杰通的话 已经做了铺垫 麻痹了对方 下面进一步要制造一些假象 引诱张绍杰上钩让他回来 他回来后的打算 肯定适合言文青带上赃款 再次逃跑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抓他和人赃俱获 嗯 看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方案 我也赞成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细节 这次的行动 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大哥 就言文青 不是不可能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你出那么大的价钱 还有办不成的吗 哎 再说呀 检察院本来就在讨论 放不放严小姐的问题 只要通过石处长 把那一两个不赞成释放严小姐的人收买 严小姐不就出来了吗 啊 石处长这人可不可靠 哦 我跟他见过一面 呃 我试探过他 发现这个人 瘫得狠 可不可靠怎么说呢 哎 大哥我觉得啊 钱给足了 就可靠 嗯 好 客强啊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的意思啊 是这样 你就跟石处长直接摊牌 哎 一定要抓紧时间 不要怕花钱 好好好 你啊 手机开着 一直开着 我随时跟你通话 好吗 我开着 哎 好 那就这样 再见啊 啊 就这样 黄克强 只好先委屈你一下 从现在开始 你就住在检察院 你们也把我关在什么时候啊 这么多天也不闻不问的 我都快烦死了 叫你写交代材料 你看你 一个字也没写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我不就那点事吗 你们也都清楚了 该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呗 处置什么呀 最近我们在忙一个大案子 谁也过得上你呀 怎么说的就想要处置你呢 我才过去看你那边 你真的就想要处置你 你真的带我去看你 他就想要多钱 发现了 我怎么办 你觉得甚至 glo 夜 那么的深邃 我不过是只飞 渴望自由的飞 进我夜里怕黑 黑 求你很不美 想与你放纵 因为我们生命珍贵 一路将你追随 你是谁的魔鬼 让我如此痴迷无悔 忘了自由可归 但愿把自己的灵魂烧成灰 你是谁的魔鬼 让爱的故事这样结尾 一看这一切就要崩溃 是什么还在努力把我 向我离开 推 还能怎么推 如果能像从前一样 你怎么飞 幸福更是有灵 是什么还在努力把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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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挂起来了 什么 不要慌 如果他去火车站打算撑车外逃 立即阻止他 小妖精 我的灵魂在这 真的 要是我不喜欢你呢 现在喜不喜欢已经无关紧要了 你别离开我 别离开我 想ció 崩溃 崩溃